Hello, it's Wayne 有一個練習口說方法非常之有用 而且很容易使用 但就少過10%的人願意使用 這個方法就是拍片練習口說 首先我要講一講 為什麼拍片是練習口說最好的方法之一 我們練習的時候最常聽到的建議都是 直接讀 跟讀法 或者直接用英文對話 其實以上這些都是練習口說的好方法 不過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不可以重溫 你只可以在你讀出來或者說話的當刻 才可以判斷自己的口說 不過我們的腦部不可以同時很有效地做幾樣東西 要同時用英文想東西 讀東西和判斷自己的口說 相信成下會比之後重溫來得差 就算我們是和母語水平的老師練習 拍片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好像世界級短跑運動員一樣 就算他們和他們的教練對短跑技術可以堪稱療如指掌 但只要是和技術有關的練習 他們差不多每次都會拍片 拍片就是給我們無限次機會去重溫和糾正 所以我們都不難理解為何拍片是非常有用的練習口說方法 可惜的是很少人願意用這個方法來練習口說 不過這個都很正常的 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聽到自己錄出來的聲音 更加之多人不喜歡看到自己在影片裡面的練習樣子 所以很少人願意用這個方法去練習都很正常的 不過如果要進步的話 就要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如果你願意用拍片的方式來練習口說 我相信你的口說水平就會好像我練習英文一樣 邁進一大步 如果你對練成一口母語水平的英式或者微式英語有興趣的話 就點下面的連結吧 多謝你